你们可算回了 出来这么久 也不知道 你去看那各位怎么样 若是有闲闲 这就可以看他 等会什么需要帮忙了吧 不过 你得和我 哈湛前辈回归 名书门光复有望 历代先祖和爹娘 一定很高兴吧 姑且不略 鲁龙军营法真意 何种目的而见 但说强迫众多民众 为旷议多年 实事不忍 休无与我之共生书 仙侠派 亦不知解法 师弟 怎么这么晚还不歇息啊 神尊命我暂留人界 但此物 梦章究竟何意 师弟 师姐 一起走走可好 好 师弟看起来干纳的 是有心事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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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怎么了 对了 你是因为丢失了武器 熬躯神尊 才命你留在人界 你应该很想回神界吧 天地六界 我并不留恋何处 我只是 有些事情想不明白 一个人在屋中想的时候 总觉得有些 烦闷 应是 原来神仙也会烦恼 那 那我教你个方法 我爹娘刚过世的那几年 我夜里想他们 想到睡不着时 就偷偷出来看星星 其实我知道 人离世后 变成星星不是真的 你也说了 他们是去玩鬼界 但是我宁愿把星星当作他们 把我最想对他们说的话 全说出来 心情就一下子好了很多 回房之后 我就能睡得着了 这个方法你要不要也试一试 你爹娘 可是真的住在天上呢 神族无父母 我无可倾诉之人 神族无父母 但是 子秋明明是 神子啊 休息吧 你又偷着进来 被师姐们发现 又要把你丢出去了 放心 我早就莫清你们 巡夜的规律了 他们在半个时辰之内 是不会经过这里的 就算师姐不会发现 师父也会发现的 你师父这时候 估计正忙着查阅阵法典籍 没空管我这个小人物的 刚才看你望着月亮出神 是在想什么 我知道 又想家了是吗 仙霞派就是我的家 也许别人看不出我 但是我能懂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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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得这么快 晓晴 你快回去 沈掌门也出来赏月啊 桑霞事 仙霞派应已聚你入内 已屡次犯金 我将你关起来也无可厚非 别啊 沈掌门 但此时可不做计较 我也正要寻你 你想要的东西 主屋啊 主屋 到后店来一下 赵神之术 神族不云下界 怎还会有赵神之术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 将此等细说之物 放在门派藏书阁内 我看看 这的确是赵神之术 什么 上古之时 人族供奉神族 可得神族必有 按书卷所言 只需念出赵神咒 即可召唤神明幻影 其威力 虽远不及神明亲临 但在人界 应也十分可观了 只需念出赵神咒 这么简单 就可以召唤神明幻影 非影 神尊赐予我等的 神爵术为秘书 在此之上 若想试展赵神术 就需知晓神明尊好 尊好极为特别 神族甚少告知他人 而决地天通之后 之后 神族不再离开神界 所以 他们的尊号 应已甚少在人界流传了 说起来 神界有位 骁勇善战的神将 我记得他的尊号是 嗯 这里确实记载了一个 神明的尊号 不过 我已经有了一位 神族师弟 这赵神咒识用不上了 继续寻找献兽志吧 好 师姐 十月十七 雷玉玲终于孵化出来了 她小小的 毛茸茸的 好可爱啊 我给她起名叫巧玲 巧玲巧玲 她也喜欢这个名字 师姐 这个 似乎是你写的日志 这些东西 怎么会在这里 爷爷 这都是些琐事 怎能同玉玲手计放到一起 你是未来的掌门 掌门手计 当然要放到书库里了 师弟 快给我 师姐现在每日写的东西 就是掌门手计吗 算 也不算 算 也不算 掌门手计 大多记载了玉玲修行的情况 爷爷没有玉玲 这件事 就落在了我身上 每日写完巧玲的事 我会再写点日记 时日长了 也习惯了 你写字的时候 很用心 修道者 需心态平和 若是恼了怒了 就将这些全部写在纸上 心情也能平静下来 老头子 我现在可平静不下来 翻了一天 也没看到什么有用的 明术门的资料太多 今日没什么售获也正常 先休息吧 伤痛 以会是月钢助月姑娘呢 我派掌门有钥匙香香 请月姑娘定上神 你不听事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 要单独同爷爷谈谈 你先回房间 你放心 我们就在大殿 离你不远 确定没有看错 没看错 黄皮子就是黄皮子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爷爷 说正是 那你是如何想的 我想起码告知情媚 她在查阵法的事 若是知道同梦章有关 也能有个调查方向 白姑娘是个实在人 你告诉她 她会保密的 那 是不是也同真人说一下 不妥 眼下拿不出十足的证据来 查实后再说也不迟 这件事 除了你我和白姑娘 暂时不要再与其他人说 修武也是一样 我明白您的顾虑 师弟毕竟是 敖虚神尊的下属 若论关系 同天室门更为尽限 但 外孙女 我们不是防着修武 是防着那个梦章 在这样的人经面前 你师弟 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我明白了爷爷 那我和修武 这就去仙下派 一路小心哪 黄皮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听起来不像好话 你听到了 方才听掌门 大声喊了那句话 黄皮子 是说天师门 都是陈年旧事了 明树门同天师门 差不多同时开山创派 两派的祖师爷 也曾十分意气相投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令两派视同水火 总而言之 爷爷十分讨厌天师门 但是我并没有这种芥蒂 先祖门的事 同现在没有关系 岳姑娘 梦庄掌门 上神 此番请您前来 是神尊有神域秦传 请随我去神渊堂 岳姐姐 小丘 小丘 最近好吗 不好 在这里待着 只能远远地看村子 太闷了 神域只对修无上神传达 请岳姑娘随我 一步别处休息 好 听闻岳姑娘已获得冰仙兽 实在可喜可贺 明书门降服仙灵兽之法 果然世间一绝 您过欲 若不是有您提供仙兽制 晚辈也无从得知其所在 且有休无相助 才能侥幸成功 岳姑娘福气不浅 上神和神子都与姑娘交好 只是 毕竟人神身份悬殊 尊卑有别 这点还请岳姑娘牢记 多谢掌门提醒 这个班旨 不知神尊有何指示 天魔众善无异动 神尊同意我先协助仙盟 剿灭凶兽 如此甚好 恰逢仙霞派传来消息 在峨眉山附近 出现了凶兽的踪迹 但尚未发现他藏身之地 既出现凶兽 我即刻动身 上神可还需要其他助力 不必 不必 见过真人 多谢 小晴 我等你好久了 你们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要去青岩村 阿游 你要跟着我们去吗 要的要的要的 岳姑娘 那个青岩村 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那儿 我比小晴更熟 这次我带路 好吧 这下怎么又能一起上路了 干吗这么身份 岳姑娘是小晴的好朋友 你又是岳姑娘师弟 冲着我和小晴的关系 你就是我亲兄弟啊 是吧 修兄弟 修兄弟 我桑友想做的事 可没有做不到的 今天 作为兄弟的证明 就让我们亲热的高肩大背吧 青梅 我发现了一个线索 不知是否有帮助 我们在鲁龙军永帝 见到的那个黑袍人 很可能是天使门的孟章掌门 什么 所以 那个阵法 天使门会是一条重要线索 嗯 明白了 等回来后 我把天使门的相关记录 都翻出来 岳姐姐刚才见到师父的时候 为什么没说这个啊 你是不是在想 我刚才为何没说这件事 孟章毕竟是先盟盟主 若真有证据能证明 她是黑袍人 再告诉真人也不迟 我明白了 如果真的是她 我立刻告知师父 好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碰不到你 别闹了 出发吧 看那儿 我之前就是住在那间屋子里的 这里花 可惜了 当初我还没踏实住几天呢 就被凶兽给毁了 倒是很少听你提起以前啊 阿游她以前啊 和现在不一样 以前她总板着脸 刚看到她的时候 我还有些害怕呢 有吗 哎呀 我那时候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不凶一点 被欺负了怎么办 我记得 这里应该有一个 是导药灌 挺大的吧 戴着不太方便 我离开的时候就放这儿了 不过幸好没带走 比起我随身带的 用她做解毒药更快 做解毒药 前面就是迷幻花海了 那里有大片迷花 迷花的毒性虽然不伤人性命 只会让人浑身无力 我以前常在这里采药 对这一代非常熟悉 知道有一种草药 可以抵御花毒 对这种草药 大便好厉害啊 我来自你牌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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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 我来自你牌牌 我来自你牌牌 来吧 你们不熟悉地形 也不认识药草 修无兄弟 你留在这儿 照顾两个女孩子 好 是我一剑 我一剑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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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姐甩出去的错诀 你 你只要我手就行 手不能随便起 他记住了 就是用的地方 好像不太对 算了 下魂还是拽领子吧 别乱说了 什么下魂啊 再有下魂 秀大哥可不一定能及时救你了 手臂划破了 这次算万幸 已经伤到了皮肉了 身神了 小青 你很有学医的天赋啊 你一治疗 我这一点都不疼了 你右手上也有道口子 就是划出了一道小伤痕 没事没事 过一会儿 自己就能愈合了 不用管他 你真是 好了就快赶路吧 别躲啊 你 没有 你的服输又熟练了 你走到我身后就好啦 多年纪只是 唯有我们 方才敢